2月1日开始 脸书将在用户开启APP时 显示提示 征求使用者同意 让脸书运用个人化广告帮助小型企业 此举是回击苹果日前宣布iOS14作业系统隐私权规定的变更 新规定将询问iPhone和iPad用户是否愿意将个人资讯作为广告追踪用途 将限制脸书这类APP搜集用户数据 以及限制他们投放目标式的广告 相较以往 设备都是默认允许 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日前批评苹果辞聚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大众 但明显是着眼于利益竞争 苹果执行长库克则表示 先前的演算法助长了不实资讯和阴谋论 该类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误导用户资料滥用 暗中批评脸书 脸书与苹果的隔空交战 显示两大科技巨头的战火有升高的趋势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 总和报道 Position waited or pode 请把你的易事果 soon 默认不同根捜日之后再 알策行长库克伯格学нения 请请红 oper zwrO订等的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miga推荐 打印旅